不只这个年龄 就是任何的年龄 别人说你气色很好的意思 其实就是你很健康 学艺循环很好 不要说什么 别人都害怕跟生病的人在一起 万一你忽然间倒下来怎么办 该无聊 好 我要来找你一点 很小麻烦 你觉得我哪里应该要调整一下 全脸 我觉得你很好 跟你开玩笑 但是我主要是要来请教你 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 那比较年长的一些长辈 他真的很想要来让自己美一下 那会不会他因为年龄 造成他心里有障碍 不好意思 任何年龄的人都有权利爱漂亮 但是这个美可以是去化妆 可以是去买漂亮的衣服 那如果对自己很有把握 比方说你自己觉得说 我还可以活个十年二十年 你当然可以整形 当然除了这个外在 我知道你有很多的智慧 是由内而外的对不对 对 我会大叫你了 因为你还有这个很多的门诊 我先去外面等你好吗 好啊 好 待会儿见 刚才我请教你的是 有关于就是外在 像我们这种叫做资深美女 资深美女呢 其实她的美丽 好像从内而外发出来的 对不对 每一个美女的美都是 从内而外发出来 为什么我们才要从内而外 我们没有外了吗 可是很多人的逻辑 她会从外在先来追求 然后会用很多外在的力量 让自己变年轻 可是她不是真实的年轻 对不对 对啊 你没有听人家说 外在只是一张这个入门卡而已 哦 真正的内在的话是 基本上就是让自己健康嘛 对 那所以 呃 一般来讲我会注意很多件事啦 什么事 比方说你一定要睡饱啊 一定要吃好啊 啊啊 那么 一定要这个控制你的慢性病啊 哦 对对对 到这个年龄 那么一定要运动啊 啊运动是真的很重要 一定要像你这样子看书啊 哈哈哈哈 我知道因为你很爱看书 我现在在看你的这个叫做不老的幸福啊 真的不老跟幸福的确是连结在一起 但是我听说你的运动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 运动改变了你的身体状况 我的父亲在我三十岁的时候 他就是捧他朋友的场买了一套高尔夫球杆给我 啊三十岁 我三十岁 那时候我根本不会打高尔夫球 我就想说那爸爸给我的东西一定不可以浪费嘛 我就赶快去打 所以我从三十岁开始运动 那你真的开始就打高尔夫球 我就真的去打了 那对你的身体整个的状况是有改变 我必须要说很感谢那一套高尔夫球感 因为我当时在淡水的马街医院上班嘛 那么下了班之后就可以去淡水那边有 对对对 哇 又看落日啦 然后又运动啦 我都用跑的 别人都用走的 我都用跑的打 后来就觉得说哇 每次如果有一点点压力 然后就去打球 哇就觉得可以恢复 后来就爱上了 爱上了 所以你觉得说当然你是从年轻时候就是运动 那一直有维持到现在吗 我三十岁就开始运动 我后来才知道越早运动对肌肉是越好的 那你就持续不断 到现在你还打球还是做什么其他运动 我老实讲 我可以做什么运动的时候 就做什么运动 我会鼓励大家不要说你没有时间也不要说你没有地点 那像我如果一整天都在这边看门诊没有办法出去 我就我有一个跳绳在我的办公室 跳绳啊 对要不然我就在这里做那个什么僵尸操 要不然我就去走楼梯都可以 但是所以说你也会鼓励到就是说来你的你的病人啊 他们来这个要做一些外在的美丽调整 你也会鼓励他们用运动来改善自己的身体状况让由内而外的变美丽 有人他来看脸然后他的脸就是垂垂的然后我问问问问起来知道说他的血糖控制不好 我就会教他说那你该怎么吃那你该怎么运动 比方说血糖其实你只要肯减掉百分之三的体重你的血糖就一定会改善 是是是然后他整个的体型外在也都会改变了对不对 那当然咯一定的咯 好这就是一个身体的调养 身体调养对于你整个的容光焕发是有很大影响力的 所以啊您刚刚在说我们的这个整个身体的机能它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外在 所以有像譬如说有慢性病啊它是会在你的整个外在上面会显露出来显得老态是吗 当然咯我有病人他就是一直觉得眼睛肿然后四处去抽脂啦去切皮啦 结果来到我这里我给他量一下根本就是血压太高啊 血压太高会肿 会啊 俗肿对不对 对啊 所以说其实你要把自己的整个做健康检查 然后把自己的身体的慢性病调整好 其实你自然会散发出来一种年轻的光彩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不只这个年龄就是任何的年龄 别人说你气色很好的意思其实就是你很健康啊 血液循环很好啊 嘿嘿嘿所以你的气色好 你自然也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人家喜欢跟你在一起 对因为不要说什么别人都害怕跟生病的人在一起 万一你忽然间倒下来怎么办 说得也是 那么通常人家就是说老了就要退休 对不对退休通常就会切掉 切掉以前的专业然后过另外一个退休的生活 可是你没有退休啊 对我没有退休因为我想过我觉得我做什么是最快乐 那我自己觉得我工作的时候最快乐 所以我不会退休 现在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候 好我们今天在林医师身上学到了 不老的幸福其实当中有很多智慧 对其实更多的是需要勇气啦 还有就是需要那个热情 太好了勇气热情智慧三整合一 你不会老了 对谢谢 谢谢